你以為現在的小孩,社民年的特色,就是要挑戰權威 你主席是權威,你王國民是權威,我不會給你面子 這就是社民年的年輕人的特色,那有什麼壞?我又覺得沒有壞 黨內民主,但你真是有一個分寸,那就可以了 不要太離譜,不要打我兩拳,當然可以 以及議事論事,希望大家無論討論什麼或選舉,理想質詢什麼,就是議事論事 我們都捱過這些,一個下朝鮮事件,怕那些傢伙在搞你,我也不以為伍 以及現在陳埃落定,大家冷靜下來 今天還看到網上有很多文章,但我是歡迎 網上我告訴你,不要太介意 因為有些是有心在搞局的 老實說,我經常叫網上郵魂 很多郵魂,他又不用負責的,對不對? 有些都署名,今天有幾篇文章都是會員署名文章 他給意見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給意見,我們都很歡迎 其實隨時可以跟我們直接談 他真名真性在Facebook給意見那些,我們是要聽的 要聽的,OK? 你用一個化名,在人身攻擊,說粗口 狗不答白那些,你根本就不用理他 那些是油魂,OK? 有些人有心在動... 我說這些我是師傅來的 我發明的,這些論壇 不好意思 這些討論區是我發明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是一個自由的空間 因為正是因為他不需要用真名 所以他可以大聲 唱所欲言 唱所欲言 但唱所欲言的意思不是叫你在這裏搞事 對不對? 所以一定有板主,一定可以刪你的文 就是這樣 你不要大聲沒有言論自由 喂,你用一個化名,什麼言論自由 今天是ABC,明天是1,2,3 不行啦 但是呢,你又要讓他百花齊放 所以盡量採取一個寬鬆的態度 來對待這些言論 即使他是用化名 在那裏罵人,罵你,罵誰都好 盡量我們都是開放一點 包容一點 就是這樣 OK? 但是一過了份,有種職在玩東西 我當然是CUT你啦 如果我可以CUT的話 不過我也沒得CUT 你是不是板主啊? 我是板主啊 我那個黃毓民清平的 我是板主來的 但我從來沒有運用我板主的權利 要殺人的敏 因為我連帳號都不知道 那就說完了 是不是 我有的 但是我的帳號都不知道 我有時 因為有些圖片看不到 我的帳號還要問我助理 我的帳號是什麼 他說老蕭的電話 那知道蕭先生的電話 現在當然改了 現在改了 改了你的電話 改了毓民電話 改了我的新聞證號 自己都忘記了 要說太后才記得 我們就是這樣的 大家明白 我們真的是這樣的 無所謂 絕對開放 絕對開放 我們上去的那些 多數都是有關我的事情 我全部都是真名的 但是社民連 你看我們昨天的會員大會 當然有少少的瑕疵 包括主持會議的副主席吳文遠 他第一次主持會員大會 當然有些地方不閒淑 其實我當時做主席的時候 就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其實 第一 就是因為我夠老 那些人給你面子 那就不敢質疑你 其實 但是事實上 你不是說社民連年青人最喜歡挑戰權威嗎 那就看什麼權威 好大 好有信譽 好有信服力的權威 不怕 我們現在要弄一個 弄一個議事規則出來 OK 例如會員大會有一套 這個行為會有一套 我現在看到昨天的大會 我忽然想起 我有一套教材 叫做 這個 會議規範 這個會議規範 當年我教書的時候 就教學生組織怎麼開會 修訂案提出的時候又怎樣 權宜問題 秩序問題 有一套東西 這套東西是常識來的 各位朋友 它又不一定是法律 因為你會議是純暢 有些人說 你經常違反議事規則 我在立法會那套是抗爭 你不要把我立法會那套 社民連內部開會 我告訴你 一套八星來的 那是兩回事 對嗎 你不要有人說 你又說 立法會就行 我們在社民連內不行 怎麼同一個黨內的會議 對嗎 我們抗爭 面對強權 如果那個立法會 不是不公義的立法會 我們要守規則 一定是Position and Order 我們也要守 因為那個是由民選立法會定出來的一套議事規則 大家都要信守 但這不是一個完全民選的立法會 我幹嘛要守你的議事規則 我當然要玩東西 但是社民連不同 你是一個同志 大家 自趣相同 你是一個黨 你不要用這些標準 所以我告誡各位小朋友 挑戰權威不要緊 你自己的黨有一個規矩 很簡單 昨天會員大會主席有問題 主持的人有問題 比如你一個辯論的時間 時間分配 你一早要講清楚 一早要講清楚 就不會引起昨天爭論 那些提出爭論的人 他不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你主持會議 單單的問題就是 你一開會的時候 沒有細緻的規則 你一開會的時候 已經通過議程 那就是主持 主席全權負責 他去承擔責任 反對的聲音也沒有在事前提出 即是大家看到議程的時候 如果真的覺得有問題 或者覺得要再細緻一點 列明很多的規程 民主很多時候 但是沒有之前說 民主有時候說 一個叫做程序正義 不是暴力民主 昨天提出質疑的人 即是他不懂得說話 這個叫做程序正義 你說五分鐘答問題 那你答一個問題 但那都是傅家來的 我知道傅家不理 已經有十五分鐘答了很多題 他當初這樣說 他是不滿 你五分鐘答了一個 然後其他人沒得問 這個最重要就是主持人 他應該要懂得裁決 主持人裁決了 台下的人 是沒有意義的 我現在告訴大家 一定的 他當時是 一定的 主席是最大的 他做裁決的 他承擔責任 你以後就譴責他 你以後的事 當場是沒有意思的 當場是抗爭 所以不應該在場內喊口號 你發瘋了 那裏是立法會 所以這些事要改 這樣不是民主 而且這也不是理由去推翻選舉結果 這不是民主 那是沒有所謂的 他有權提動議的 但問題是 你的主席給不給他提 主席給了他提 又經過討論 然後表決 合乎了程序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 那是不通的 你能打得 你真是 不可以這樣 所以這些事要學的 不可以這樣 你明白嗎 我們可以表達不同的意見 做甚麼都可以 你有個程序 提出 認為這個處理不對 也都合乎那個程序正義 好了 完了之後 就收聲 說完了 當場你就要收聲 之後 你可以抗議 休息一會